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abc是三角形abc的邊長 而且滿足這個方程式 假如a加b加c等於6的話 那麼三角形abc的面積多少 我們看喔 這個我把它乘以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這兩倍的a平方 加上兩倍的b平方 加兩倍的c平方 減掉2ab 減掉2bc 減掉2cm 這個的話我把它乘以二 再處理二 這個會等於a 那二分之一可以消掉 這個可以配方來 我抽出一個a抽出一個b 跟它配 這抽出一個a 抽出一個b 跟它配的話就是 a減b的平方 然後bc的話 這裡抽出一個b 那b已經抽出兩個就沒有了 b再抽出一個c 跟它配 跟它配 就變成b減c的平方 那這裡剩下一個c 這裡剩下一個a 剛好跟它配 加多少呢 c減a等於0 那這個大也等於0 大也等於0 大也等於0 加起來竟然等於0 代表個別要等於0 也就是說 這樣等於0的話 就是a等於b 這樣等於0 代表b等於c 這個等於0代表c等於a 所以a等於b等於c 那因為它加起來是6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3分之6 就等於2 每一個都是等於2 這個相相等 3也等於6 所以1的話就等於 等於3分之6 3分之6就是2 所以我就曉得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每邊邊長都是2 讓我們知道 正三角形 那個公式 公式的話 就是三角形abc的面積 就等於4分之根號3a平號 a就邊長 4分之根號3a平號 所以是根號3